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米谷之壤》 一句话总结,简直就是一部动物连环杀人案歧视录 所以说,不要惹女人,更不要碰女人的狗 电影的女主角是一个老太太 她在小镇里做英文教师 和她相依为命的是两条大狗 然而有一天,两只大狗出去撒欢之后再也没有回来 于是她带上全班同学 大半夜的在堆积着挨挨白雪的树林中呼唤寻找 然而这样的搜索依旧是无果的 两个月以后,虽然女主万分期待 可还是没有狗狗的踪迹 可是却在大半夜盼来了老邻居的敲门声 原来是隔壁的猎人去世了 是在吃鹿肉的时候被骨头卡死了 看着这个老头满嘴的血 被人从嘴里扣出来一块骨头 老太太虽然在警察面前坚持这是自然界的报应 可是却被一个要债的大老板打断了 原来这是镇子上猎场的主人 他主宰着整个小镇的经济命脉 接下来老太太在服装店修羽绒服的过程当中 救了一个突然发病的男生 这个男生可不一般 他是IT界的精英 黑了小镇的监控系统 让老太太发现了狩猎的真相 转眼又是深冬 猎场又开始了大型的狩猎 老太太虽然想阻止 却有心无力 只能暗自憋气 然而从路边的一辆车 IT精英和老太太发现了警长的尸体 虽然被血覆盖 但却能明确地看到警长的前额被人砸破而死 是谁干的呢 旁边只有一串路的脚印 接下来驱车阻止手猎的老太太 发现明明尽力的野猪被人开枪打死 气得泪流满面 可是警察根本不管这事 更是让老太太伤心不已 奇怪的是 猎场的老板在这个时候也消失不见了 瞻眼间就是春天了 老太太竟然又发现了一具腐尸 这不是失踪的猎场老板吗 警察们坐不住了 死了这么多人 好歹要调查一下吧 于是他们抓了服装店的美女来应警 事实证明警察们的判断是错误的 因为又一起杀人案发生 在化妆舞会上痛打老婆的镇长被干掉了 同之前的作案手法一模一样 都是被重物敲头而死 就是这样 服装店的美女被放了出来 可是到底真凶是谁呢 让警察们头疼不已 教堂的活动开始了 老太太因为听不下去神父 为狩猎所做的一系列宣传 当场和他撕了起来 也因此被赶出了教堂 在夕阳下 汽车甩出的烟尘 呈现出晚霞一样迷人的颜色 老太太一边开车 一边想起了杀死每个人的过程 原来除了那个被骨头卡死的猎人 剩下的都是他亲手干掉的 可是到底因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猎人家里的那张照片 原来他心爱的狗 被人当成猎物杀死了 接下来就是老太太胜利的大逃亡 同阿T精英和售货员小美女 以及那个老邻居一起 来到了另一处世外桃源 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这部电影取景十分的大气 用航拍 将整个森林山谷表现得灵气十足 从春天到冬天 每一个镜头都充满了震撼的生命力 用近镜头来展示动物的生命与灵气 将人与自然 动物与自然 人与动物之间进行数次对比 来突出人的无情与动物的灵性 人的丑恶与动物的纯洁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